各位好 大家好 今天是星期五 Oops 剛剛有電話進去 不用怕 有點怕不會聽 嗯 你先等一會 已經有人聽了 不好意思 剛剛要做廣播的時候 電話就要進來 騷擾了一會 今天星期六 It's a long day 算是很長 先講講有幾樣 分享一下 有線新聞 明報 有線新聞就是 永星預告有線 最多裁員一成 就是他要入股下去 休達昌他帶領的 所佔的那間永星公司 就進資下去 這個Cable TV 給我的感覺是什麼呢 就是 傳統的傳媒 那個效力 似乎跟報紙差不多 命運 越來越萎縮 亦都是無利可同 這個無法的 因為就是 我們的生活形式 我們資訊方面 越來越發達 所有東西已經在改變當中 以前舊的東西 就要改變 所以報紙已經 那個流量 是低了 年青人 新一派就不會看報紙 他們會看網上的報紙 新聞 那些花邊 那些快速來到 那些 他們會有興趣看 所以報紙都不太看 同樣呢 傳統的電視 包括無線 它自己的收視率 都慢慢地去減低 它那個廣告的收益 也都是跌得比較明顯一些 在這樣的大前提下 在這個情況下 就變成要引入新的股東 才可以去有一個 有一個繼續 可以經營下去 那你問我 那個 它的前景 是不是樂觀的 我覺得就不會十分之吸引 視乎看看 那個經營手段 有些什麼新進展 還有一些吸引之處 以優達昌來說 他是一個傳統 他的爸爸 做開這個亞洲電視 是唯一這麼多股東裡面的亞洲電視 是不用選手來場的 一個益視其巴 那希望優達昌也都是成功 好嗎 但是這條路不是容易走 儘管都要去走 那另外呢 就是這個新的 就是我們特首 去看廣珠澳橋 也都去看這個大灣區 一會兒我會跟大家說說大灣區 我對大灣區 又抱著一個憧憬 還有一樣我對這個 一帶一路 也都是有一個認同 不是說擦鞋的 一定要明白了那個格局是怎樣 一帶一路可以帶出 中國自己一個新的路向 是超越了 也都脫離了一般常規美國人限制的 那種國際舞台的 那種外交政治和區域性的戰略的夥伴關係等等 那一帶一路是兩條線 殺出去是另闢身系 就不需要被人圍堵 並且自己還要打造一條新的路向 計算什麼呢 就是已經的國力慢慢提升的時候 我不需要用這個GPS 我都要用我自己北斗的衛星 因為這樣才可以擺脫了別人的控制 同樣在現在一帶一路裡面 可以打出什麼呢 完善六十五個國家 佔了全球一百九十幾個裡面的三分之一 今次就是中國的企業家 要帶著錢出外面投資 這個不是開玩笑的 當你要去外面投資的時候 你一定要確保得到 那條路徑要通 還有你要用的是什麼 因為國與國之間的那個關係 不單是經濟 還要在一個政治和軍事方面說 跟著上去是你解不開的 所以你既然帶了錢出去的時候 一定是政治和法律方面做護行 那你怎麼可以把自己本身的國家 那個政治帶出去 還有要有護行保駕呢 就是法律 我看到一帶一路裡面 中國的法律是首次在1978或者1979年 改革開放之後 首先可以離開國境 而去攝觸到海外 是有它的國家的政治和法律的影響性 為什麼呢 我就覺得是一個golden opportunity 你帶錢出去的時候 換句話說你要說話事 另外我想起在1979還是1980年的時候 美國首先在中國改革開放的時候 是走去中國投資 投資的時候 它就一定要確保自己投資的那個回報 是受到這個保障 它的投資的那個金額是不會被吞小的 所以當時帶的那個 除了投資家之外 譬如是COCA COLA 那它一定是帶來它的律師團隊 Bacon McKenzie類似的 去到就要定定這個國際 或者內華的時候投資的那些業務 是要怎麼去適用 用美國的法例去做governing law 或者是令到它自己本身 是通過arbitration裡面要怎麼做怎麼做等等 那這種這樣的伎倆呢 同樣就已經在國際間裡面 已經是漸趨成熟 現在中國走出去 朝著一帶一路去的話 那這個中國的法律 適用於海外 這六十五個國家裡面 是顯然而見 也是理所當然 那這個過程裡面 還有國與國之間投資 所涉及到法的文件適用性 現在是有通過兩大渠道 第一個叫Lotary Public Lotarization 這種叫國際公證的律師 是通過英聯邦系統下面的 commonwealth的那個認證 國際文書認證 另一種就是通過這個hate convention 海牙條例呢 海牙的協議那個條約 就是國與國之間的文書通認證 你要是有些 有些是通過大使館 領事館 去加張蓋印 這個是美國的系統 反映是國際性的 但是以美國為主導 隨著現在中國的國情要提升的話 在現在的一帶一路裡面 要怎樣去帶領和確保 國家的那個企業外投資的時候 法律上的那個地位呢 剛才說的 適用中國法律 這個其中一種 或者是將那個arbitration 那個仲裁 那個條款裡面 要寫下去 寫下去的時候 你將會用那個地方 用哪個仲裁的地方呢 你可以用香港的 你說是不是這樣可以帶出了 香港的一帶一路裡面的那個角色呢 很多人還沒看得到 但是這個應該要是大家 香港作專業的人士 尤其是法律 在這裡要多花心機 要研究 同樣這個已經打到官司 會在合約裡面 加插了這些arbitration 就是叫做仲裁 或者mediation 調解的條款 然後引入那個官司 如果是有爭議的話 來到香港 香港是哪個地方做的 所以現在呢 我們這個河套的地方呢 這裡有成一百公頃 一百二十公頃的地方 又僅靠著這個深圳 也是屬於香港的管轄範圍 最好不過就是用香港這個venue 但是這個香港venue 又不是完全屬於香港自己 讀善旗身又不行的 自己讀食物又浪費 所以又混合了呢 就可以這個深圳的國際仲裁 一起來玩 深圳有深圳的玩法 但是也因為大家很接近河濤歸坑 香港這邊深圳歸那邊 那個華南這個國際仲裁中心 現在它這裡又加上前海 所以兩者之間都有它的優勢 如果我們走出去 它一百一路類似的加插了以前 美國人來華投資的時候 加個條款是適用美國的法律 然後就是它所說的就是 國際商業的適用法律 那就是由美國主導 是不是先 然後呢 就有這樣的條款 再加上是要做那些 arbitration的時候 又在美國自己的 影響的範圍裡面做得到 所以它就得到保障了 那就是不怕舊 亦都不怕別人用開 像是借鏡嘛 是不是 所以現在這個一帶路裡面 就將現在我們香港 和內地的那個精水 和精英的能力的結合 然後打造這條路出來 變成將來香港會有這個 可以分一杯羹 還有為什麼說 那個notarization會有用呢 剛才說的只有兩種 就是notar public 另外就是用hate convention 但是難保 將來在這個一帶路裡面 打出有中國特色的文件認證 這個是借鏡什麼呢 就是香港了 那我呢 就是CAAO 就是China Appointed a Testing Officer 這個制度就是 中國當時還沒有收回香港之前 那麼香港是英國的殖民地 那麼它就 司法部委任了香港那七大八大公子 所謂叫做八個原先的開創人 就是代表這個北京司法部 做一個文件公正認證 那麼這個文件公正認證呢 就有利於什麼呢 就在香港已經由這八個律師 認證了在先的時候 那麼根據中國的法規而去行 那麼一旦認證之後呢 在裡面國內就是no question asked 所以還有問題 直接就可以適用於內地的司法系統裡面 比如說是否提供了一個 專線VPN 就是virtual private network 這樣的系統 然後有利於呢 就是引資進入內地 那麼最後成為香港呢 不是香港成為內地裡面最大的叫做FDI 是有成為二十五至四十五的 曾經高到四十幾 現在仍然都不低的 雖然上海已經開發了 那麼我就帶出來說 今次這個G三角 我們是特首去巡 講這個灣區經濟 大家不要看低 也不要看少這個一帶一路 曾經網上有些網民 他們很橫皮的 一帶一路來綫落 是怎樣呢 就找一個女人 不是找一個女人 是找一個男人 帶著一個女人的bra 一邊的那個胸部 就帶著一個bra 另一邊就不帶 所以叫做一帶一路出來 那是綫落 綫落人根本是沒有成本的 因為嘲笑人完全是 將你的快樂建築在別人的痛苦身上 但是如果真的要去打造一個 這個開闢天地 開闢一個新的思維 是要花大量的心機 和周邊的人的認同 然後大家攜手向前走 要花很大量的精神 正所謂十年樹木 百年樹人要推動一件事 你要投放的精力 和承諾是很大很大很大 但是當贏了的時候 你會很開心 輸的時候 就沒得說了 但是你要盡力 現在講話 這個一帶一路 他自己本身 真是一件好事 你如果有慰眼的話 再能夠動色天璣 你能知別人未知之前的事 而去做的話 那你就勝仁一籌 那我就今天跟大家講 回應一下 特首帶一個初步的發表團 去走這個 Bay Area 即是叫做大灣區 適值這個大灣區 在我在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的時候 我叫做A計劃 亦都是灣區經濟 無獨有偶 大家當時亦都是想這件事 那我實際上 也都是把這個思維 從一個satellite 即是高空圖片裏 看到我們這個地方 真的大有作為 亦都是整個中國裏面的 一個經濟發展引擎其中一個 中國這麼大 十三點幾億的人口 你怎麽只要愛一個長三角 又或者怎麽只愛一個珠三角 根本這麼大的人口區裏面 你一定要愛四個經濟引擎 即是回到香港 四個核心的經濟中心 第一個就是胡志賢 就是他以前是做開的 這個上海 上海是他一路以來 應該這麼說 很早期的時候 中國發展 他拿回來的就是要發展 這個東北的重工業區 那是一個很早期開發的 一個經濟圈子 其後他收了上海 他在海上可以成為 整個中國的GDP的 主要的 那個叫做 contributor 就是奉獻 貢獻者 然後就長期 因為中國是封閉的國家 Bamboe Carton 他的一站外匯 通過香港的特色 尤其是在韓戰期間裏面 美國人把整個中國封鎖 那時候他們有這樣的能力 因為中國是藥 那他唯一要休息 就等於有支飲筒 躲躲到水裡之後 要拿一支飲管來休息 那這支飲管就是香港 所以經過香港來吸收外匯 還有他可以鋪光養晦 都要經過香港來去協助 那香港真是扮演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如果中國這樣說的時候 現在要全面起飛 他要外的四個經濟引擎 第一個就是老的 那個東北 那他現在要重新要兩位 散開成他們 整個靚靚仔仔 包括海爾這些重工 都是山東 和東北那邊的經濟 還有很多很多來 那些靚靚仔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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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當然他自己是把這個90年代 重新開放 改革這個上海 上海是曾經什麼時間 才跌到後於香港呢 是在這個60年代 真正香港爬了上海頭 因為上海是1951 50還是51 就是回歸這個祖國 就是中國的社群 他講到了時侯 所以他已經一直沉沉沉沉沉 沉沉沉沉沉沉沉去 但是依然成為整個中國裡面的最主要的 這個經濟動力的貢獻者 真正香港可以超前了上海 因為上海也是一個英國的舊殖民地帶 以前英國人用上海的闊度和亮度是勝過香港 同樣是這個殖民地帶用上海的氣派是闊了很多 所以上海是大上海是優質過香港 這個49赤化之後中國赤化 上海跟著要回歸祖國 當時劫住大款的人都是上海的投資家和廠家 劫住大款來香港 你想想當時上海是不是那個聲色犬馬 在國際政治形勢所佔的核心來說 是比香港優勝 無論它在經濟、政治和工業方面來說 上海一直都是領先過香港 直到什麼時候香港才爬上海呢 是70年代 短短有大概17年至18 不是有20年的時間 但是你怎麼計算一條數 就是你當從75年我們香港真正是經濟起飛了 去到95年 我們這20年裏面的確是領先過上海 但是到90年代初上海重新要追上來的時候 跟著它很快地彈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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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麼用 過來跟我打招呼 來 抱一下 過來 怕醜惡仔 好了 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現在自己香港人的心態就是要跟上海比較 積極的比較沒有問題 但是消極的就說我要爭 我要贏過你或者你要贏過 我覺得在這個情況裏面 用來互動沒有問題 但是就算輸了馬臂 輸了碼頭給上海 我們亦都不能夠貶低了自己 因為我們佔整個長三角裏面 我們的飯豬三角 如果你要看起來 哇 原來是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如果我講數字 現在全中國的GDP 是已經有100萬億 100萬億 大概有12萬億 12萬億美金 那你又成了出來 大概是降到100萬億 那你只是廣東省呢 自己本身都已經 是有7.9萬億 我們香港就有24000億 如果加上這個7.9萬億 我們就已經加上10萬億 是佔全國的10% 哇 這個很厲害的 那如果你再不是 看一張晚上的衛星圖 最光亮的地方 中國裡面呢 暫時只有兩個地方 就是珠三角和長三角 就是這個上海 所以中國要用四個引擎裡面 這兩個引擎是好過的了 要再開一個是什麼呢 就是舊的吉林啊 山東那邊那個系統 然後還有一個呢 就是現在一帶一路的開口那邊 無論你是會走下去東南亞的 以廣西還是雲南那邊去也好 或者要推過去重慶或者成都 要賴上一帶一路去走私路這樣去的話 那這個又很重要 所以整個中國現在才早見得到 剛剛成熟是兩個經濟引擎 支配了13.6億的人口不夠 我們現在還要打發 我們現在還要打發 將這個在日韓那邊的東北那邊 又要使得一個亮麗 然後你現在一帶一路 要將那邊的那個 這個重慶和成都等等這些地方 要打過去那邊 那你中國稍為這樣呢 有四個經濟重心或者是核心區 就是為了多少 四三十二 就是為了我們要支配了三億多人 一個經濟圈是支持三億多人的人口 夠不夠啊? 還未夠 你看看你美國人 美國人是三億零一千萬人口 但他已經除了紐約之外 還有L.A.就是東岸西岸 然後你再撈下去下面 Florida Texas 那邊的區又有 然後再拐上去一點點 就放著 就是Ontario 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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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有Buffalo 即是你美國一個三億一千萬的人口 它一個New Land New Country 都已經搞到 起碼有兩至三個經濟圈的 那你會明白到 人家三億多都有兩至三個經濟引擎去推動它 我們十三點六至十三點七的億人口裡面 我們還有四個 就是剛剛才達到美國的那個 所謂叫做的 其中它三億人裡面的三分之一的引擎 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做 所以現在一帶一路裡面 是告訴我們 這條是一個新的路向 是一般來說 美國人或者之前的那種經濟模式 他們是忽視或者鄙視看不到 對了 這個世界就這樣 人要我語 人氣我取 現在這個時候就要這樣做 說回來我們香港 那究竟我們應該要怎樣做好一點呢 是不是呢 既然我有這麼好的條件 不過香港近這十幾二十年來 那些人喜歡是喊交 喊交不是沒有原因 因為也有外在因素 導致加插了這些東西 導致你內部的矛盾增加 然後拖慢了你自己的自受 稍微如果自己有胃眼看得清楚的話 重新認證自己 究竟你的identity是什麼 有很多年輕的 四十歲以下的 那些 剛剛今天做WhatsApp 跟朋友聊天 那些個個都是記者來的 六七十歲 個個都很有經驗 社會的人問 有沒有發覺 現在我們四十歲以下的 那些年輕的 專業人士大部分是黃絲 黃絲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簡單說有三個特性 第一是現代化的思維 開放形式 崇尚生活的那個進步的色彩 那這些是好的 第二個特質就是 他們崇尚自由奔放得來 他們很開放開懷 那第二個性質就是 他們對自己的身份認同 他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不濟的 他以香港的本土為優先 那這個可以理解的 本土優先就是 每個人對自己的城市 你自己出生的家鄉都好 你會有一個特別的認同 但是 當如果我們把這件事 是太過誇張地 而是失實地網顧了周邊 和自己的身份在哪裡的話 這個叫做identity crisis 就很容易會有思覺方面的失調 那這裏呢 就是新青年 他認為自己的教育是優質 聖人一籌 那這種優越感是你可以明白 但是帶下去第二件事 就是以香港優先 都可以理解 但是在這裏就出了少少的那個位了 所以這裏就是有這樣的情況 那第三 既然是認為自己是香港 又不是很認同自己中國人的身份 類似好像台灣 台灣也是這樣 那變成了第三個問題了 就是由本來是認同我自己是什麽身份 可以理解 但是產生了一種第三種 叫排斥感 排斥什麽呢 認出自己是香港最優質的時候 就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 那這就是最大的弊 那這一個呢 就是一個排斥性 就是現在黃絲裏面 所含有的其中一個最大的一個毒素 或者最大的一個 一個副產品的一種思維 那我覺得 第一 二個沒問題 但是要調較好一點的時候 你就算怎麼優先都好 如果你自己香港 是不是靠有龐大的祖國 在後面再加上祖國走運 走運 走運 它去淌堆的時候 你就會好像 又好好的 以前得到英國人 或者甚麼都照顧你的時候 你就覺得你突出了 但是如果現在 根本不是英國人給你的 那種特別經濟上的支持 反而你現在吃的東江水 就是你看到inchstone 那個新將會有一個 disk 是在北指 domain的溫習 你一直都看了 你一直跌倒來,其實就很難落 從多二大到八景那裡的 概念 будут 就是說這些東西有些什麼是錯的 所以這個需要怎樣調校 就是整個經濟圈 他跟中共的投資轉輋 經濟圈子,要追美國的話,美國暫時以五萬多美金一個人頭,五三十五,即是他有十五萬億,應該這樣說, 他有十八萬億的GDP,而我們現在才是十二還是十三,即是我們跟他相差,我們是他的六三十六十二,我們是他的三分二,我們是他的66%, 如果香港再加一組國加起來,要追美國,我相信起碼你要花十年的時間, 如果維持著目前的6.5、6.6、6.7的水平的追,你沒有十年時間追不到美國,所以在這個情況裏面,我們是不是已經看到, 反過來說,有相當大的潛質和空間和市場,讓我們可以去發揮,只要認清自己的方向,就OK了, 那麽說的時候,回回頭來,現在我們打造的一帶一路裏面究竟什麽,香港的角色有什麽扮演,以香港為説,香港人很聰明的,想事又快,看事又挑通眼眉, 唯獨是一樣東西,就是那個持續性,還有那個,持續性,就是堅定性,有時候,就這裏,就是稍微要改善少少, 那麽現在新青年四十歲以下那班,他對自己的身份的認同,是有很大的矛盾,那麽我們只要將這個視野,調教給他,我們沒有分黃與藍,是不是 那麽大家實際上都想做好他,那麽現在最大男與黃之間呢,男的就是對自己的身份認同,我是中國人,這個就很強, 黃的就是,我不是中國人,我根本就算是中國人,我另類的中國人,那麽怎麽是這樣呢,如果是要說自由,開放,平等,怎麽會又有特權階級的中國人呢, 就是因為,口說就是要人人平等,但是實際上,以我們香港,就是在享受那種特殊的中國人地位,因爲我們在這方面有基本法,我們是比一般的中國人,是要優勝的, 那麽,我們知道就好了,不要在這方面陶醉,那麽懂的時候呢,然後就要努力去做,不要在那裏自己是自我膨脹,是不是 那麽,那麽因為,你自己膨脹這個虛,是空虛虛,就是不夠實在的,那麽但是,相反人家那些,是做underdog的話呢,或者覺得自己的條件沒有你那麽好,但是他會努力去做,反而他那個爬升率呢, 很快很快,他就真的超過你,那麽我們人大委員長,張德哥說,我們這個深圳,雖然是一個小小的農村起家, 那麽短短在三十年裏面,由一個完全GDP裏面,就可能只有幾十元美金的地方,現在已經, 現在已經,噢,他那個GDP總產量的,已經去到一萬九千億人民幣, 那麽如果成為一千億,那麽它有成二萬一千億港幣,那麽我們香港現在做的,就是只有二萬四千億,以它二萬一千億,一年增長九點幾百分之,那麽它的增長率是高過全國的,那麽全國的六點幾是平均數值,那麽每個地區裏面有高有低, 但是以深圳來說呢,它有九點七個percent,你當它是十,那麽一個不小心,二萬一千,一年十個percent,即是明年它二萬三千,是吧,那二萬三千裡面再成一個十個percent, 那麽我現在就浪費到那麽一個不小心的,那麽還不是很 caucus錢,那麽可以不及賞,那麽用來付它,是釋放的,這個是去之後的情況發生甚麼事, 那麽說,即是,那麽這個是,那麽已經過了,那麽是這個在香港的情況下,現在又有幾個票, 泛民同事他們不斷地說很多話 兩個會我都沒有出聲 因為昨天的會和今天的會 為什麼我不出聲呢? 大家如果記得我較早前 在4月1號之後的軍事行動 4月1號那一晚 就談迪斯尼的樂園撥款、增資 擴展一期的五十四億五千萬 我認為這個數目一定要給 哪怕可能從表面上看上來 好像不是很正確 你好像迪斯尼扔30多億 最初地入香港出 你扔30多億 經過這幾年裡有所謂賺錢 在EBITDA 在未貶值、未扣稅、未賣秘密之前的 那個毛利你已經拿了那些叫做PATENT的Chargers Royalty 你又拿了管理費等等 迪斯尼你扔了30多億下去 但是你自己扔也扔回頭也有28億 你豈不是很聰明? 反而香港扔了下去 現在連本帶貸 將貸變成股本 那裏有幾多錢? 那裏有110多億 才分得到幾億元 好像兩條數相差太遠了 所以泛民裏面的同事說 哪裏有人這麼愚蠢做這樣的生意呢? 那田少就說 嘩!哪裏會要簽這些喪權欲港的東西? 那他們提的我也都明白 也有些理由 但是這個理由有時候我又不能夠看得太過 microscopic的 就是太過掩微鏡裏面放大來看 我記得有一件事就說什麼呢? 有些東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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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賺錢 你要給些機會人家賺跑 你給些東西甜頭人賺之後呢? 最後呢? 可能呢? 可能你自己就賺少少底 表面上就賺少少底 但是你賺底也賺好 最終呢? 你是會拿到最大的bonus回到來 那麼這個刨木就不可以刨得太盡 如果沒有木證 這種簡單的說法 另一個是什麼呢? 就是在以前我聽我老爸說 有一個故事就是高可寧 高可寧這個家族很有錢的 也曾經很顯閒 現在它在俄士甸道那邊 都有一個高院 如果高可寧有一個大閘 你上到這個山頂 花園道上山 一路去沿著山頂路 去到剛剛Magazin Gap分岔位 那裡有一個舊的建築物 就在剛剛那個山背位那裡 那就是高可寧的大閘那邊 我怎麼說這個人呢? 高可寧這個人很有智慧 跟我爸爸這樣說 我沒有去核實 但是我老爸說什麼 我聽了之後 對的我就會受到他 他說什麼? 有天有人打小報告 就跟高可寧說 高可寧就跟他說 喂喂喂 高先生你那個伙計 不行的 他穿櫃桶底的 這個東西 什麼什麼什麼 他跟你做掌軌 但是實際上他就是吃女爬外 高可寧聽完這些說話之後 他心裏自己有個亮度 他也深知肚明 很明白那件事什麼事 那他想了之後他就回應 前來跟他打小報告說 他那個掌軌做得不好 那他怎麼回應他就說 唉人家跟你打工 如果沒有好處的話 他誰跟著你 是吧 但是沒有東西 有些東西就是 你知道就可以了 是吧 那他始終他要代多少的 就等他去代 但是最重要的是 那條醜是我條醜長嘛 就是往後說 在我那裡來講 你 就是仍然 我那個柱是厚的 在這麼大的水塘裡面 你給我拿條水喉出去 你如果你看那裡 那條水喉吸你不少 但是我的水塘仍然有很多 那這些是很深 很高 智慧高 還有那個 那個胸襯是很深 很闊的一種人 那就是人家成功 那講近代一點 那是韓生 韓生的賭博也是 誰跟他 就是跟他的人不想賺錢 每個人都想的 你看他搞一個賭場 那他弄了賭廳出去 那他就去賺錢 你不讓他賭廳別人 別人怎麼收招數 或者籌碼那些 那你要給別人賺的 手指拿一定要流出去的 你自己吃光 別人跟著你 沒有一口好吃的 有些東西難得是甚麼呢 半帶清醒 半帶 半作無套 但是最重要是 一條大掃的 在自己身上 是否覺得還有一條 那我會覺得 這個迪士尼 如果我們用一個 那個叫做 無謂的顯微鏡去看 哇 你真是那樣東西 那件事真的看上去 那一條戲 很不開心 但是從一個 整個宏觀的香港 我們整體 24000億的一個經濟體系 我們要用來做聲色犬馬 要搞一些娛樂運、娛樂活動 令到人們做在上面有個地方玩一下 有些色彩的就好 現在我們的迪士尼 在由1999年引入的時候 大家就是歡天起地 曾經你一樣享受過它的快樂 但是花無百日好 最重要就是要自強不息 它沒有那麼好的時候 你就要改造它 Exactly 現在它一期內要改造 就要改造好它 要改造的時候 你不敢承認成本 又怎可以呢 蘇炳梁的人 我又不是很喜歡她當初 但是做著做著的人 她現在都已經有些把握 和信心慢慢會提升 她都和香港在這方面知道 她拿著數太多了 現在開始要調調教她 她可以不可以啊 她又要做 所以我們這班官大部分來說 是精英來的 這班官有時候 我們會評論她沒有問題 但是質素來說 仍然都是有才華的 所以我們自己香港人 承受了良好那一年 引入迪士尼下來 由九九到二千零四 二千零五 那些一路都OK的 是不是 去到二零一六年 我們現在的入場人數 都有六百萬 最高峰都是二零零四 二零一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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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四就是最好 是不是 但是現在為什麼差呢 哎 世界不只是圍著你自己 香港來轉 世界是宇宙轉 那你香港進步 別人 你不想別人進步呢 別人上海很想進步的 那麽迪士尼也很想賺水 是不是 在香港 我看到你整個中國這麽大的市場 我沒理由這麽笨聲 你反過來做迪士尼 你都會跑過去上海 開多一個檔口 那你有沒有生氣呢 那你這樣說的時候 又眼紅別人 不應該 你好像娶個老婆 你不如叫我一妻兩夫 那你嫁得給我 你就一定要對我精粗 對我忠貞 我傻子 誰和你忠貞呢 你看香港那些離婚 100批走來結婚 也有37批要省的 那你真的和你做生意 要跟你一輩子 傻傻的 所以法文裏面的提出問題 明白 你要怎麽去批評他 或者什麽什麽都好 要爭取那個 叫做在商言 相討價還價 沒有問題 但是你說要把那個 那麽的迪士樂園 現在做完之後 發覺沒用 我拆了他 我覺得這件事 就是半途而廢 做事就沒有一種銀 我剛才批評了 我們人是聰明的 但是有時候聰明的 有時候你要假裝傻 要去吃虧少少 你不給人 你賺錢 人家怎麽會走來找你 傻傻的 是不是 你樣樣計 都要盡了 那怎麽要跟你搵食 跟著你 就要搵食 搵食 跟著你沒得吃 就跟著你做麽 你老婆也走路了 對不對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我就先補聲 出著 現在已經進入了最後了 28日將會有3分鐘 之前我有5分鐘的 我都不說 因為我覺得這個問題 我會欣賞泛民同事 和Michael帶出來的點數 可以令到我們 在現在這一刻裏面 可以懂得做 一個叫做調整 但是千萬不能夠 夜用事說 我現在保持著 不給錢 這個只能夠 會拖慢自己的腳 應該是時候 要做什麽 就要做什麽 到某點的時候 我們要let go 就要let go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 在28日 我就會3分鐘裏面 和大家分享 但是3分鐘裏面 說什麽 所以我今天在這裏 和大家預告 或者大家看得到 為什麽何君堯 這個問題方面 先說不出聲 我在4月1日已經說過 那將會是 聽完大家的意見 我已經心裏面 有自己的福稿 在4月28日 我就會盡量 3分鐘裏面 精簡些 或者之前寫好的稿 來讀出來 希望要通過 我覺得香港人 現在要有一種心 有三個要認定方向 第一 如果你香港還想著自己 獨善其身 靠這個叫東方之珠 一顆珠 一顆珠 來去放 你這個摧灿的光芒 的話呢 對不起 這個已經錯了 以前中國是 黯然失色 你一顆東方明珠 照亮呢 是很耀眼奪目 是吧 但是當整個中國已經開了整盤燈的時候 你這一顆這樣的明珠 如果還是自己 是自我免懷的話 是懷免過去呢 你就想陶醉 你就按一句 一般樂事 一般令人流淚了 所以我就說 應該我們要搞什麼呢 把香港整合了整個珠三角 這個是一個中國裏面 四套引擎裏面 其中一套 我剛剛說 香港的GDP 再加整個廣東省 是佔了中國裏面的十分一 哇 都不是少 以前的二十幾個巴仙 三十個巴仙 現在整個中國都要發展 所以我們要把自己的定位搞好它 是我們Fig Ourselves into Integrate Fully Fully with這個 這個叫Pen River Delta 現在的新名稱叫做The Bay Area 那這個時間第二呢 變白的 未來這十年裏面 中國的那個 是那個經濟 GDP 一定要超越 十年來 一定要超越美國 現在美國是十八個Tillion 中國是十三個Tillion 我們相差是五個Tillion 那這五個Tillion 十年裏面最漂亮 不得了啊 所以今天如果我們不乘坐這條 這樣的快車 踏上一帶一路 在一個Bay Area裏面自己搞好它 你就是老襯啦 你傻仔啦 在香港現在的小環境裏面 我們一定要把這個家搞得漂亮 俊仔仔 要將每個地方裏面 香港是我家 那一火不便的心 實在忌憲不願 移民愛國 做二等公民 那在這樣的情況裏面 你要將自己的香港搞到什麽呢 每個地方都要打索得乾乾淨淨 靚靚靚靚靚 這個家裡等於你住在家裡以前 家圖四滴 骯髒糟 不是 家圖四滴 什麼都沒有 又沒有裝修又沒有成 但是今天我們已經 身穿頸靚 那我也有要求 將我家裡裝修得漂亮 同樣 你想裝修你自己家裡要漂亮 你家裡要裝這套Hifi 那套音響 以前要5.1 現在要6.1 要8.1 那些東西 你也有要求 那這樣的情況裏面 將香港打造得漂亮 現在那個 的士樂園不夠大 開闊一點 我要求你最新的那些家當 你現在在Florida 或者在那裏 L.A.用去的 或者剛剛新拍的電影 講那些Star War 前轉後轉 左轉右轉 那些全部搬搬過來 在我現在一旗 起好它 不過一旗已經說了 又Frozen 又什麼又什麼 那些 如果我現在說 第二旗那裏還有60公頃 將一旗的餘下的發展 做得漂亮 就夠大了 二旗 行了 我懂得土價還價 開頭給你賺的那些東西 現在我們應該要規範好它 滴滴仔 滴滴仔 我們現在整漂亮它好嗎 這個還有60公頃 還是要怎樣去做 還有上次你叫我說 不要做這樣 不要做那樣 周邊我們都 地方裏面受限制的那些 我們取消那些跌 現在我們要 不要捆綁色 我要擦長鬆綁 You win I win 不是要賺賺賺 我們一定要做好它 那用這樣的角度去看 OK的 OK的 所以 我在這裏和大家今天分享 從一個 一個飯豬裏面的角度 一帶一道 今天的明報裏面 講的兩樣東西 我就帶出來 來看我這兩天裏面出席財會 要批注資到迪士樂園裏面的看法 我覺得這個一定要做 而且也要努力做好它 所以從新聞的角度裏面 再看回現在我們現實的工作 我們香港的定位 在一帶一路裏面有些什麼角色 還有在Bay Area裏面 梁特首他當然一定在這方面講 他發揮了專長 是不是 他以surveyor的角度 他用他的專業角度 看香港和看周邊 他沒有錯的 如果你認為他錯 這件事就是你的眼光走保了 所以我在這裏和大家講 不是說別人說話要拆鞋 但是你一定要心思熟慮 別人說什麼 我們要消化 不要因為他是梁振英說的 我就不聽 難道只是姚重賢說的 我才聽嗎 我都聽 聽完之後 我不是一定要跟你的路走 你講出來有個意見 我們可以吸納了它 希望大家都可以 這個叫做群察群力 今天跟大家講了這麽多了 有幾件事情 我就廢話 廢話說這麽多次 現在現在已經是十二點鐘了 開始後有很多我的朋友 就叫我早休息 明天一早會做運動 跟著會和我媽媽去吃早餐 吃完早餐之後 我才會去坐港龍航公司的往北京方向飛去 我要禮拜二下午才回來 上午飛機下午就到 跟著要出席就是這個UGL 梁振英的那個調查UGL事件的那個工作 會有幾忙 但是沒辦法 那些功夫一陣一陣 I'm happy 這個叫做敬業熬業 忙得來是很有 很有價值 很有意思 所以今天跟大家 先講到這麽多先好不好 看看我的粉絲有什麽說 Micky Chow就說 聽完今晚眼界大開 Gabriel Yip就是梁特首 是短鐘場計劃 都有做到動動動 Edwin Wu一樣 Victor Wang就說 資料詳盡分析精確 多謝何律師 Fancy Mark 親耳聽更正 那葉記就說 你要督促適環路政局務官員 好好管理好所有的外判 沒錯 尤其是這種外判制度 和這些顧問制度 我一定會在這裏 搓靚仔 好嗎 因為有很多流雜在這裏 我看到 兩名就是何律師 唱歌都挺好聽 那個是許冠傑的 我濕人牙慰 劉元林就是第一次聽何律師唱歌 嗯 以後還有多些機會給你 陳芳就說 何律師動動動 下令了 何律師好 大家晚上好 Gin Wah就說 人和社會再進步 當你不進步的時候 就會退步 是會變質 支持何律師的軟健 和卓式 唱得好 張彥廷 我非常認同你的三種看法 非常非常有見地 Fansima 4月28日3點 三分鐘陣次 沒錯 我會寫好他 言簡而言 三分鐘裡面說 說完就算了 就禁制 我會支持這個財務的撥款 Tiger Chan說 做人一定要有 懂得要感恩 沒錯 Camel Alice Chan說 So positive So positive Tiger Chan說 撥亂反正 大家晚上好 Carson G 就好像美國環球片場 怎麼樣 女兒 每年都是扔很多錢 加添這些遊戲 劉雲坤也都加入 Pauline Cabelli 還有20位 just share my video 哇 有這麼多人share video Albert Chen 何鷹有拍掌 OK Good 黃四川有加入 OK Brenayne 好 大家晚上好 Nancy聰 我和姐姐說你是好議員 是嗎 Nancy 多謝你 解決問題夠快 她給個like你 支持你 繼續努力加油 多謝 Fansima 智慧跟她的性一樣這麼高 嗯 沒錯 誰智慧跟她的性 葉記 就有迪士尼 沒得夠的啦 藥石啦 無靈 你說你也有這麼多道理 有些要改的 但是現在她在改的當中 我們都要做事要堅持 多點這麼多 不能夠 痴亂中氣 JCQ就是 在現在趕絕內地客 而本地客有不去的情況下 迪迪尼呢 就很難有起色的 劉善言就是支持我 吳美貴就說 各位晚上好 車遠行就說 我聽到 聽得很清楚 沒有問題 Fansima 黨燦身在福中不知福 美麗姐好 很辛苦啊 大家插喇叭 和聽 用耳線收聽 any home 那誰聽不到的事 應該很清楚 我也聽到很清楚 滴左 歡迎美麗姐 OK Lancy Chong說 我也覺得收得細聲 還以為自己是 手機有問題 不是的 有時候的網絡很奇怪 希望大家聽得到 OK 那還有其他事情 Sam Lee Chang說 你無怨無悔 付出 勤勞又真誠 是啊 我很喜歡 我說我心話 當然 我希望你認同 如果不認同 給一些時間 慢慢去dap一下 業機 中國的斑裂火車 原來已經在國內24個城市 直通歐洲11個國家 24個城市 香港就已經被邊緣化 不要擔心業機 我剛才說的 你要明白 以前來講 中國是一個未開放的地方 等於一個拿著Cream Bag 你擠好像做蛋糕那樣 整個Bag Cream 擠出來 當然是一定的口去 香港當時就是 那個奶油 擠那個袋的口 當然一定會很OK 但是現在 那個袋已經不僅是那個出落 那怎麼辦 那形勢是這樣 所以 做那個 運輸啊 物流 已經不僅是那個位子 是出的 那很理所當然 是不是 香港不僅僅 只是會 一城不變 只是懷念過去 那我們香港的精神是怎樣 以前 最初的時候 紙膠花 然後 搞玩具 然後 電子 電子之後 然後 跟著 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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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yber 等等 這些全部的東西 都是 在過程裡面 是要變的 我們以前的 老闆 不一定要 以後都是全個隻 那我們 要開拓新思維 好嗎 所以 現在 走一帶一路 走火車 送貨 那個更快 用海路 這個就是 它 一帶一路 就是要 陸路 也可以走 海路 也可以走 大陸佬說話 現在我們 中央政府說話 說完 就真的 算數 會做的 還很快就做到 短短兩年裡面 就搞定了 你看看那隻航母艦 大佬 2014年才開始 打它 遼寧號 已經搞十幾年 因為我用了 那隻萬事起頭籃 在那裡 學到那麼上海 2014年才在上海 打這隻 第二隻的航母艦 跟遼寧號 從那個版本來演變 2016年 2017年 兩年半的時間裡面 已經整個航子做了出來 就說現在差不多下個月 就是五月要下水 就著這個五一勞動節 或者什麼都好 是不是 或者趁著這個 813年什麼鬼 建軍節裡面 它要弄出飛機大炮 那它說完就坐完起行 砸砸砸的 手起都落的 你還在那裡 砸砸砸砸自己在那裡 自己在那裡 咬自己人 浪費了時間 人家已經跑了 成幾十里以外 一工 醒一下吧 好嗎 Chill Chill就支持俄羅斯 Ricky Gwok也是這樣 OK Coco Lau就你好俄羅斯 OK 上海回歸 不明白 OK 因為當時解放是49 然後好像50至51年才接收上海 所以它是遲兩年的時間 榮藝人那些家族 當時是上海的一個紡織家族的 那些家族的生意 全部捐給國家 所以就做了 後來就是國家 這個副主席 是吧 他做這麼大的貢獻 那你榮智健的 也是因為有這樣的家底 但是共產黨也都很講世系 你爺爺 你爸爸 你叔叔 你阿公 你太公 你做了什麼 他會認好系統 然後後代那些都一樣 給他一個相當的認同 所以這叫做什麼呢 叫Pedigree Pedigree 跟外國人一樣 都是一樣 看看你自己的世系在哪裏 所以 其實無論你在東還是西都好 兩個世界都是相同的 思想也是一樣 只不過看日出和日落的時間是不一樣的 但同而小而 OK 張彥廷說 何有思泰 大家好 OK 還有什麼要說 Linda Mac 說 大家好 早期搭進來的那些 和我們這些軍事很客氣的 一定要說一聲 Hello 你好 他好 大家好 反對派他們永遠是無恥的 這個Annie空這樣說 Grace Wong 大家好 李柱銘身為一個專業大律師 現在更加被預約拘捕起訴 他嫌能代表那幾個佔中的搞手 去打佔中的違法官司 有沒有違反這個專業操守 暫時來說也不會有的 雖然他說他自己會預約 將會被告這類型的事情 始終他沒有被告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也都是一日未定罪的時候 都是無罪 假設無罪 所以 除非現在說要告不僅是李柱銘 我要告那個甲若丁丁謀 他是連同李柱銘的有份 就不不不不 那這樣的情況裏面 他才會有conflict 代表自己的時候代表人 那就不行了 但是現在暫時他未被人側 或者在案情裏面也未談及到 涉及他自己個人的參與性 也未認真會有個利益衝突 雖然在大環境裏面 他跑不了 應該一個謹慎的大律師 以他來說 他懂得批評我 有時候 法庭裏面拍照都是不夠謹慎 他應該會給我更加謹慎 實際上他批評我都錯了 我上次已經批評他回頭 在這次來講 如果他代表其他人的時候 我覺得暫時我覺得他未是完全有問題 但是從一個長遠和整體環境的關聯性這麼密切 他的利益的衝突始終日後都會出來 在所難免 所以現在他做這個官司 用時間來換空間 一方面就是藉著代表人的時候 然後就索資料 看看人家怎麼入手 入那些人的時候 一後人家入到他的時候 他可以用來做一個回應 所以現在這是一個預備的工作 也不一定的 我用這樣的角度來看著 OK Richard Cham 學律師 各位 大家好 大家都有相聚了 OK 那我又回到下面 因為早期的那個人都說 你好 她好 大家好 我們聽到下面還有些什麼說 好嗎 Lance Lee 學律師 真是怕 請繼續為我們發聲 張玉玲 學律師 12點05分 你真是有罵鐘 罵我們睡覺 劉元林 我記得解放後 上海第一位市長就是陳毅 OK 至少上海沒有各樣 只是幾個重要的地區 被不同的國家變成這個租界 不能說是回歸的 應該這麼說 不是回歸 是解放的 Yes Fancy Ma 我是全家一起做 車波鞋加工 是啊 大家是熬出來的 以前我都貼過膠花的 以前貼膠花 貼了一閘閘 好像不知是 斗領一閘 我也做過這些童工 在村裡的時候 我記得那時候 都不知道只有八歲、九歲 一起玩 有這樣的印象 有這樣的感覺 挺過人的 Francis Wong 應該說是下星期 Sandy Chan 對不可以 俄羅斯打錯字 是真誠 我知道 你現在是現成了 已經知道了 Francis Wong 真的這麼巧 下星期也是北京 OK 有機會見了 俄羅斯早點休息 八八六 什麼叫八八六 八八六 什麼意思 Good night 各位 好 在這裡的時候 我姐你好 先跟你說一聲Hello 撥亂一定要 會變成反正 我們破格 投變 變得來還要進步 各位早上 禮拜二我們再見 拜拜 拜拜